老师 爸 哎呀 哎呀 妈呀 妈呀 妈呀回来了 爸你在家呀 啊 你不在家上哪儿呀 这大冬天外边脑挖动挡的 爸 我问你个事呗 啊 你是不是往我公司安排人了 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往我公司安排人 谢我干啥呀 咱来一家人 我谢你 爸你知道你给我添多大麻烦吗 我咋还给你添麻烦了呢 就你安排那个人 到我们公司什么正事都不干 那你想想他干啥呀 还还还还干啥 他借着您 我老丈人名义 要把我们副总给开了 不是他开副总 他因为啥呀他开副总啊 是我们副总在影响到他提升 这人老瓜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他答应 这老师这事我就不管了 那爸那你为啥要管 跟你说吧 是不是你家我老 你家你老旧 你家你老旧那外上 那个他那个那个子 啥关系啊 就挺近的不远可能 就是说咱家以前困的 曾经帮着过咱家 我不就想还个人情吗 爸 你拿我还人情 我的公司是用来挣钱的 不是还人情的 爸就会知道了 爸 那以后公司事你别管了行吗 再管我是你儿子 嗯 不管了 那行吧 我先进屋 还有个视频会议 我先去开会去了啊 你去吧 气死我了你 哎爸 以后谁再找你求我办事 您老怎么办 不认许 行不 老旭头 不认许 行不 行 老旭头我家呢呀 不认许 亲家 你就认识不认识是不是啊 没有 你要不认识老旭头 我敢让我儿子娶你姑娘吗 哎呀 今天你咋过来了呢 哎我咋过来了 我儿媳妇给我打电话 啊 说让我上你家找我儿子 有事要安排啊 我这都来了 啥事啊 不认识 不是 哎呦 徐大爷 徐大爷在家吗 谁这是啊 哎呀 小伙 您是徐大爷吧 小伙 小伙 有事啊 我想跟你说点关于李总公司 住口 公司 公司 公司现在正在找 住口 我是来应天 你住口 在啥呀 你孩子刚进屋 你怎么对什么态度啊 小伙 小伙 啥事跟我说 跟你说不着 哎呀 别说没用的 你赶紧出去 我没得罪你 大爷 亲家 你咋还撵人家孩子呢 这是我家死事 你别管 啥你家死事啊 人找我儿子办事 这事我就得管 他再是你儿子 这也是我家 你少说话 再是你家呗 他也找我儿子呀 我能不管吗 你在耽误人 这个事咋办呢 他们有什么正事 你给我住口 我明白这个 住口 你怎么就不 你别老跟他插 不行 我这还得跟徐大爷说事呢 不是 小伙子呀 大爷跟你说 他都对你傻样了 你有事跟我说就行 跟你说 哎呦我的妈 我跟你说啥呀 徐大爷是李总的爹 我找李总的事就得跟他说 我找李总的事就得跟他说 亲爹 哎呀 哎呀我的爷爷呀 哎呀这咋还长个倍呢 你别说 那个李大爷 哎 能不能你说那个太好了 这翻脸比兔子还快 那对呗 搁谁谁不快呀 你是岳父 人家这叫亲爹 你还差一层呢 那我也是他岳父啊 啊 不认识 那个李大爷 李总公司不正在招人吗 我是来应聘的 小伙子你应聘的 那得去公司那人事部啊 你来家里干啥呀 最主要不还有这些东西吗 不是都拿着 我不要啊 别住口老徐大 你这东西 你这 你这 这东西咋回事啊 就这么说呢大爷 这些东西 那都是李总的 不是 他怎么就都是李总的了呢 你要不辨识声 行不行老徐头啊 那这东西就不行 是人孩子十斤不媚的吗 你 对 你看李大爷想事 那就是靠谱 我这就是十斤不媚 这些东西都是李总丢的大爷 让我给讲证了 一定要把东西交给李总 就说是我拿来的 你放心吧小伙 这些东西 我一定亲手交给他 行不行 大爷 你看我这十斤不媚 我人好吧 人太好了小伙子 就这么好的人 要不被公司录用 可惜不 明白了大爷明白你啥意思 你放心啊 这事我一定亲自跟我儿子说 让他录用你 再去 你过去 你过来 干啥玩意儿 家还有人呢 超儿八伙的 不是怎么 就你几句话就说 完完完之后 你就给他看 就录用了 我那是李总的亲爹 这事我说的不算吗 亲爹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他爹 你这不是在坑你儿子吗 我咋坑我儿子了 来你说说我咋坑我儿子 你收礼了吧 我儿子就是一个普通私企理的 对不对 一个小老板 平时吃吃喝喝 送点礼啥的 这不是正常的吗 这都是正常的 以后他公司不乱拉套了吗 我说你老徐头 什么时候觉悟这么高啊 我觉悟难不高吗 跟你说实话吧 头两天我就给你儿子安排了个人 我还没收礼量 就爱你儿子一顿训 哎呀 你爱训那不因为你是他老丈人吗 我是他亲爹 你让他训我一个我看看 你让他训我一个 你让他训我一个 训你啥呀 哎呀 儿子 李总好 您的主要员工向你报道 爸 爸啥意思 我下来干啥玩意 没主意呀 啥的 爸跟你说 这小伙子是到咱家来应聘的 应聘的 往后靠 应聘不到人事部 你来我家干啥呀 看 这话问得多外道啊 你前两天不是丢了点东西吗 人家孩子都给你送回来了 来爸爸爸爸爸 来来来来 来来爸 你儿子我能丢东西 我出门不捡东西 那都算没有收入 哎 新的 收入来了 你爸给你用起来这都 来好 我看一下啊 哎呀 这好烟 这好酒 你看看 我丢这东西都挺贵重 兄弟 这东西在哪捡的呀 不管可哪捡的 李总这些东西 你现在都属于您了 那个 您看我什么时候上公司报到啊 报到啊 你报什么到啊 不是 你拿这些东西属于贿赂我 我没有 你这不在买的我吗 严重了 你拿我李小新当什么人了啊 不认识 我跟你说 硬性的事免谈啊 不是 李总 你爹刚才可都同意了 小新 我 我答应 答应了吗 我爹他同意了是吧 就算你是我爹都不行 我是你爹 兄弟 这啥意思啊 你说什么玩意儿啊 冲上 对家人精神都有点毛病 等会儿 把东西都给我拿走 以后不想再看着你 出去 看见了 要是一个个都像这样的 我这公司我还怎么管理 我求求你俩了 能不能别管我公司事儿了 等会儿啊 这事儿跟我不挨的 我是岳父 他是你亲爹 以后没人管理 爸 那你就不能帮我教育教育他吗 他是你爹 不是我爹 谁爹谁教育一下 你不是我好老丈人吗 呀 我是 是 你毁避 我教育教育他 老李头啊 咋的 刚才是把阿姨训了 我不是合计帮孩子一个忙吗 你还帮了个倒忙你说说 只有照你那么去把忙 他公司还怎么去管理啊 不是 那以后要再有这种情况 咋咋办事 那你说咋办呢 不认识 不认识 喂 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 马上就给二老做体检 没毛病 对不对 以后来就说 对不对 多好玩 有人吗 就不认识 完了 又是找大本事的 还去玩呢 姑娘 大爷您好 您是徐大爷吧 不认识 大爷您真逗 怎么还能不认识呢 您家我来过 您老姓徐 您女婿姓李 您女儿还是我闺蜜呢 今天我来这可有正事 您可别耽误了我的工作 你不认识我啊 听见没 我听着 闺蜜 还工作上的事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 这 怎么了 就不认识了 我们和那个李总不认识 大爷 李总不是您女婿吧 对 李总是 是啊 李总总是女婿 那我能不认识吗 我就说这意思是 我女儿是她媳妇 我和她关系不好 她俩关系好 是咋呀 正我这儿来的理由啊 那这么说的话 您一定是李总的父亲了吧 我是她爹 说说好 但是我跟她关系比较远 她跟她妈关系好 主要是 她妈生的她 不是 您二老是不是对这事 有什么抵触情绪啊 不抵触啥呀 都没感觉 我先声定一下啊 咱们这个家庭体检呢 不打针不吃药 全程绝对无痛苦 家庭啥 家庭体检 误会人家了 给咱俩提检来的吗 这不是 什么缺心啊 刚才来一个 十斤不卖送温暖的 这回又来个十七百列 给做体检的 一个洛书 还不懂吗 是啊 体检 诶 李同江 哎呀 你来了 你在家呢 我在家呢 越来越漂亮了啊 胖了啊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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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 我给你来来 静静 干啥呢 那是呀 不是你看见 你看见没有 我看见了 静 我看见了 我老张儿还在这 我女儿是她媳妇 她跟那女儿 跟她喊 她说 干啥呢 那是呀 我看清楚了 干啥呢 她就挤个眉弄个眼儿 吸个皮笑个脸儿 好 去个上边 站起来 不是 清醒 坐着 你过来来 怎么的呢 啥玩什么的 过来 干啥呢 你老张儿 你老张儿 我还活着呢 不是 爸你说 我女儿是你喜欢知道不 跟她跟那女儿 跟她喀喀 弄弄 抱抱呢 那样 啊 刚才你这家来个男的 你横腿素挡呢 这回来个女的 你心花弄放的 你行啊 你不有门风 你听随根儿啊 清醒你说啥呢 清醒 随根儿 可不是 我至于那样吗 啥是那样的 爸你误会 我带好了 你说你怎么不让我们 两个老子过来 原来你自己一个偷了 都安排完了呀你 我这爹给你当的 我这脸 全都陪进去了 啊 哎什么玩意儿啊 啊 泡泡腿脑腿出了 你这呀 啥偷型了是 你叫你这么当女婿的吗 你啊 啊 我这爹给你当的 骚不骚的啊 我叫你这么当儿子的吗 哎呀不是 对 就是你的不是 清醒 咋办 咋办 李总 这什么情况啊 还过去 还过去 现在呀 我一直当着跟你说不清 你先给二老做体检 好不好 行了 我也看明白了 今儿这体检呢 咱也做不上了 那二老的身体 不是 你看他俩这状态 他俩的身体 肯定是没问题呀 可能是精神方面有点 不不不 你再看我看你去 不是 嘉嘉 李同家 你误会了 你听我说嘉嘉 他俩一点毛病都没有 嘉嘉 你就做个体检就行 哎 嘉嘉 成功 成功啊 成功啊 是你女儿是你儿媳妇 请来给你们做体检的医生 啊 他不是来找你应聘的吗 我们公司招医生吗 哎呦我天 这叫什么事你 这回好了 人家拿你俩当精神病了 不是 那能行吗 什么玩意 怎么就精神病了 不行 我得为我正常的精神讨个说法 丫头你回来 给大爷做个体检 证明我没有精神病 丫头 丫头你回来丫头 让他注意一下吧 丫头 丫头 大爷没精神病 让他注意一下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 就是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 哎呀我这妈呀 你们瞧瞧我这俩爹呀 妈呀 我现在还是 我现在还是